好,下一個,各位 他說有個6歐姆跟3歐姆串聯接待9伏特 我們先問的是電池 這一題為什麼先問電池會比較簡單 因為你上面都有電阻 你會有總電阻 你會有總電壓 你就容易求出總功率 下一題算3歐姆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因為你不曉得3歐姆是幾伏特 他全部9伏特 你不曉得3歐姆幾伏特 你目前也沒有電流 所以會稍微囉嗦一點 所以第一小題問我們說 電池提供的電能是多少焦啊 我錯了,我應該有所有的問題 就是直接報答案 然後,來,沒有關係,我們還是要講解 公式,因為上面 上面有電壓 上面也可以有電主 我就有總電主 我就有總電壓 我就可以求總功率 那電壓就是9伏特 電子兩個串 你要怎麼算 串要怎麼算 相加 所以 總電壓9伏特 總電主相加 變成9歐姆 時間是一秒鐘 我前面跟你提示過了 以後問你一秒鐘所提供的電能 這就是所謂的電功率 所以以後是用電功率去解決 不是用能量去算 是用電功率去算 那一秒鐘所提供的能量就是功率 可以往裡面帶 這樣它就是9交 這就是 簡單小問題 那 稍微囉嗦一點的是 1分鐘以後 60秒 3歐姆消耗多少 這個時候 9伏特就不是3歐姆的 3歐姆沒有分到9伏特 那麼要嘛 你就找到電流 要你就找到電壓 然後再到公司裡去算 那問題是 你怎麼樣求電壓 你怎麼樣求電流 求電壓有人可以用比的話 就比出來了 如果你會那也OK 如果你覺得有困難 你就好好算 好好算 好 我們根據公司 我光有電阻 是不可能求的 所以我需要有電流 或者需要有電壓 你看你覺得你想算哪一個 都可以 你想算哪一個都可以 可愛小女生 你們不知道沒有這一號 14號沒有 應該沒有14號 應該沒有14號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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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誰 誰 180 請坐 我要算出3歐姆的電壓或電流 我才能帶到公司裡去坐 那你覺得算誰比較快 算電流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我有總電壓 我有總電主 我就可以算總電流 而這題是串聯 串聯的時候電流都一樣 所以總電流就等於分電流 所以我如果算出來總電流是2安培 那6歐姆也是2安培 3歐姆也是2安培 3歐姆也是2安培 都一樣大 就很容易可以做出來 所以我去帶所謂的總電壓 總電主去求總電流 公式 V等IRR等i分之V 我們已經知道總電壓9福特 剛才有算總電主叫做9歐姆 所以呢我們可以算出 總電流叫做1安培 那總電流1安培 就是通過6歐姆1安培 通過3歐姆也是1安培 我會帶到我的公式 開平方RT 然後電流電主時間要秒鐘 1分鐘是60秒 所以剛好變成算算就是180焦了 所以我們答案就180 就是我們所做的練習19小練習 OK嗎 OK